二十三歲男子坐在高雄捷運 博愛坐 一人佔兩個位子 兩名年長者看不下去包夾攻擊 男子被抓著前後搖晃 頭部還撞到車廂的玻璃 被打的年輕男子被請下高雄捷運 遭警方團團包圍 員警接獲通報 第一時間還沒釐清狀況 先定調年輕男子自己在車廂內 情緒失控 還被送醫就辦 直到網路影片曝光 警方遠景巡線找到疑似攻擊年輕男子 兩名年長者釐清事發過程 6月28號下午兩點多 警方接獲通報 當時民眾聲稱有男子在車廂內大吼 年輕男子遭送醫 還被追究恐嚇公眾罪 網路影片曝光 三個人因為不愛做衝突互毆動手 年輕男子遭推打撞玻璃 另外兩人看到警方到場隨即離開 真相曝光反而涉及強制罪 案情逆轉 警方更新調查結果等於釋迦害人並 變成被害人 有沒有民眾 直擊事發過程的影片落差超大 年輕男子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若身體不舒服 也符合博愛座優先使用規則 衝突事發影片當中 除了博愛座以外 並非沒有其他的空位 兩人打一人還想假裝沒事離開 遭直擊民眾影片還原真相